公司警方侦破了枪炮案件 49岁的嫌犯在大楼封管当中 撕堂大批的枪械 他准备要去拿枪的时候 被埋伏原警逮到了 起出了三把手枪 以及上百发的子弹 还有杀伤力强大的散弹 大楼顶楼封管间管线下方 铺没了报纸 但其实里头藏有大批枪械 我们发现了一名许姓的嫌犯 前往做取弹 取用这两指的黑色的手提袋 那我们分局原警见状 随即一勇而上 将这个歹夫制服 狡猾的嫌犯竟然异想天开 把东西藏在封管间 不只用报纸盖着 还用黑色手提袋装起来 里头的枪支子弹 用袜子一个一个套住 要掩饰非法 藏匿的位置是在顶楼的楼梯间 那这除了楼梯间之外 它外面还有一个铁盖子盖住 比较隐秘不会被别人发现 原警在大楼封管间内 起出三把制式90手枪 十个弹夹 以及174发的子弹 其中还有杀伤力强大的散弹 查获的子弹当中 有一部份有几颗是属于 一般所称的达姆弹 这达姆弹的杀伤力会比较强大 49岁许姓嫌犯 由鲁人勒署前科 若往后攻称 这批枪械是朋友寄放的 但私藏枪械本来就违法 还藏在大楼封管间 原警埋伏多时 在嫌犯准备取出枪支一涌而上 嫌犯自认神不知鬼不觉 最后人当巨祸被绳之以法 最近新闻联家庆张俊栋台中采访报导